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优衣裤和Gel Sender的合作系列 今天的顺序呢就是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受到之后非常惊喜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觉得 和预感中差不多的 最后呢是受到有一点点失望的 这些单品 大家可以看上时间轴 然后去跳到自己比较喜欢的part 那么就开始 从收到之后到现在啊 就是我不管是试穿啊 还有每次拿到它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是 非常值得拥有姓名的一件单品 这个呢就是他们这些合作系列 出的一个打底 那它的成分呢是相当的良心 百分之百的真丝的 透腹度呢是有一点点的 我里面穿的是一个粉色的内衣 然后是基本上我觉得看不太出来 所以大家主要穿浅色的内衣啊 或者怎么用它都可以 我觉得它的搭配性真的太高了 不时度应该是我今天的No.1 穿的身上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透气的那种 领子这个地方呢 它是做的这样一个堆堆领 大家可以直接这样子把它卷下来 卷的这个是米色的嘛 我想有点后悔没有买黑色 我觉得黑色应该也非常的好看 百搭很舒服的 特别是在有一点阳光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的光泽感呢是非常有质感的 一点都不廉价的那种 大小呢是Axos毛 那第二件呢我收到比较惊喜的一个单品呢 是这件毛衣 下单的时候我对它的预设就是说 一个普通的白色毛衣 这呢我觉得它这个主要剩在它的一些细节的设计 编织的这个搭配吧 其实从侧面看的话 它就非常的特别了 一个是这样一个横的配一个树的条纹 它的羊毛成分呢达到了80% 扎的程度如果从1到10的话 我觉得这件毛衣顶多就是1到2的那个水平 是有一点点眨 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种 如果说大家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 其实就是可以穿一个 新肤的那种棉质的或丝质的打底 然后穿在里面就非常的舒服了 然后它袖的这地方呢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尖尖的 可以和你脖子的那个地方呢 形成一个呼应 比较奶白的颜色 大家看跟我身上这件打底的白色去比 除了这个白色呢 我同时下单的还有一个藏蓝色 材质是一样的嘛 然后穿上也挺舒服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两件的话 我是更喜欢这个米白色一点 我比较喜欢冬天的 有一些里面的内搭选一些浅色的 不管你外面是套活色的 或者是浅色的大衣 或者是深色的黑色的羽绒服 那它搭配起来都不会觉得很枯燥无味 那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上穿的这件嘛 就是里面的这个打底呢 是一个白色的 是男装的一件打底 非常可以入手的 然后我当时一下就买了两件 这个黑色也是质感非常的好 穿在身上真的是 自己没有穿衣服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和那个珍丝吧 不同的风格 珍丝的呢 它就更多的是一些比较淑女的气质 因为它是比较修身的一个款式 加上它有一个堆堆的领子在这 颜色上也不太一样 像这件呢 就是一个发米白色的一个 比较有光泽感的一个感觉 那我身上这件呢 就是一个纯白的 当你在穿很多 比如说衬衫啊 或者是毛衣 开衫的时候 露一个这个白边 或者配西装 都是非常好看的 宽松休闲的这种打底衫的 搭配性也非常的高 我觉得甚至是比那个修身的更好 像那种比较紧身的打底衫 如果你单穿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嘛 然后比如说你吃饱了之后 那肚子那块又会凸出来 但是像这种就完全不会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下面一件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上的这一件衬衫吧 本来是没有把它归到这个 一说到就觉得特别惊喜的 这个类里面 但是我在试穿的过程中 我是达到了这个感觉 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了 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单品吧 在网上看到他们的图的时候 反正我是一下子 被这个蓝色给打到了 然后说买回来试试看 其实如果是我 为什么第一时间 没有那么喜欢呢 因为我说到的时候 它的颜色是比这个视频上要 我觉得要保护度再高一点点的 化妆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穿它的 然后脸上一定要有一点粉底 因为我本身肤色是比较 暗比较黄的那种 说如果大家跟我比较接近的妹子 然后你平时又不怎么爱化妆的话 这件衣服就不用买了 如果大家皮肤天生比较肤白 就是只要你黄二白以上都可以 因为黄一点 黑一点的妹子呢 如果你平时是带妆的 这件穿上去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就完全不会显黑 最怕就是说你完全没有气色 很容易就把它穿得非常难看 现在说到这些单品之后呢 我忍住没有去看任何博主的测评 就是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 因为我一看别人之后 我就会 就把我的脑子给局限了 我什么都想不到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现在这样穿呢 是我觉得非常的休闲随意的一种穿法 就是完全的可以适用于生活中的任何的场景 它的这个扣子呢 全部都打开 因为它这个其实是到这就封住了嘛 然后我就把它直接给放到后面去了 那这件衣服的成分呢 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丝的成分 摸上去有一点点的 微微的色色的那种感觉 像我的话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适合里面 搭一个这样的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打底 因为总的来说这件衣服的 它是有一些透肤度的 它透过皮肤之后呢 这个蓝色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手臂吧 大家能看到吗 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点点黑黑的在里面 因为我的皮肤的原因 所以说我 你看加上这个打底之后 这个蓝呢就非常的好看了 然后我是 这可能是因人而异吧 两个漂带的设计嘛 然后你就可以像它的官方图那样给的 打一个蝴蝶结在这边 会稍微的乖巧舒适一点 可以穿各类的毛衣啊 把它这个露在外面 有种学院肯乖巧的感觉 羊毛的背心扔得太好搭了 就是大家也可以去背一两件 我觉得秋冬天的这个叠穿性非常高 而且你到室内的话 也不会热 随意的在胸前一记啊 还有突然看到了一件 跟我上一模一样的 我就没有把它打开 因为我是下了两单 这单呢 开始下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 我看到最大号我也给买回来了 还好最后买到这个 Extra Extra Small 非常的合身 从收到到现在 都非常喜欢一件单品 我知道他们家这个 其实上了非常多的大衣 但是考虑到我自己的 个子身高的问题 然后我就没有买那个长款了 我买的是一个这种 比较偏oversize 这样一个系装类型的 一个羊毛大衣 在优衣库里算特别上乘的了 84%的羊毛 加上14%的 Cashmere 本来我以为它是一个 非常薄的西装外套 再摸起来它也不厚 但是它其实上身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保暖度的 而且非常的有形 这个做工啊 走线啊都非常的好 里面是这样子 没有内里的 只有肩膀这个地方 有这样两片式的 这大衣呢 基本上是我今天 所有的内搭 我在穿的时候 我都非常想试着搭一下 它的感觉 就是它的质感 真的非常的好 想给大家拍一下 它的这个进出的质感的时候呢 Summer就跑 就非常开心的跑过来 就走来走去的在上面 大家知道猫咪就非常喜欢 那种柔软舒服的那种面料嘛 它就在这上面待了好久 就是我把它抱走之后 才又重新排 所以上面呢 是有一些微微的粘毛的 我觉得真的不算严重的 大家看 现在拿到镜头前的话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像我包在手里的质感啊 不会特别重 然后穿上去呢 又非常的有形 大小是small 非常非常的推荐 如果它价格再稍微低一点就好了 买这么长时间 优衣裤以来 我觉得这个质感 是最好的一件大衣 大家如果是想买一个 能穿好多年 然后质感就算上成的大衣呢 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这一件 我真的是有点意外 就是意外中 带着惊喜的那种 其实我本身是 特别特别长草 白色的云服 两边有袋子设计的那个 我其实买回来了 我收到手之后 更喜欢现在这件 黑色的 算码了 我不知道大家都买到了没 我这件黑色呢 买的是large 有点大说实话 它穿上去呢 就是非常的面包服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腰线的地方呢 又是可以做这种收紧的 所以说虽然它是large呢 我是把它收到比较紧的一个程度 穿上去也是挺好看的 能买到small或medium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想买一个 更合身自己的一个size 它和那件白色最大的区别就是 这件黑色的摸起来呢 是非常光滑柔软舒服的 而且不会很吵 那件白色的 我给大家稍微听一下 听到了吗 我就先不拿过来 它应该是我这次收到的这个里面 最惊喜的一件了 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对它的期待值没有很高 因为我更期待那点白色的 但是它们俩的这个面料 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面料的 就是摸着的话是非常的柔顺舒服的那种 扣子在下面的地方 可以把它这样子打开 然后这个拉链也可以把它拉开 前面两片 后面两片 就是还挺特别的吧 然后像下面这个裸口呢 大家也可以把它收紧的 就不管是从实用度啊 设计感啊 还有它的这个材质面料 也是一个羽绒的成分嘛 而且那个口袋也特别的大 大家看 OK那我们进入第二个part 觉得还OK 就跟我设想的差不多 装的成分呢 百分之百的一个羊毛 然后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是 当时我买的时候就看到 它里面的这个 哦真的很好看 在镜头里也特别的好看 有没有 但是你穿上又看不见对吧 但如果大家是真的很需要一套 整个的西装去 比如说找工作呀 或者是你上班啊 穿啊 就是需要一套比较 正式一点的西装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买的 这个价位在全羊毛的西装里 是可以接受的 上身呢 我这件全小了 actro small的嘛 但是这件呢 肩膀的地方 如果我去抬的时候 有点紧 如果大家跟我身材差不多的话呢 我建议把这个套可以买 small就可以了 就是挑不出它什么毛病 你知道吗 它的领子呢 是这种比较帅气精致的这种 还有一点 它有垫肩 还挺厚实的 这种棉布的内里 穿上去也挺帅 挺好看的 就是没有什么让我特别惊喜的感觉吧 那下一件呢 应该说下三件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三件 长得这么像的开衫 我真的无语了 给大家看一下吧 一个是这个女装里非常火爆的 这条爱心的开衫 我买的是藏蓝色 号太大了 因为没有号了嘛 我就抢到一个最大号 好像是extra large 穿上真的是相当的大 如果是合适的话 应该还好 男装里的一件 大家看是这样一个云朵的 男生这款 我觉得它有一个亮点 是它下面的这个扣子 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不把它全扣上的话呢 就还挺好看的 露一个这样的边 然后扣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下 他们这个开衫的成分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还多选的是navi 我不知道我脑子里在想啥 都是78%的羊毛 然后这个我就买的叫合适 买small 穿上就比较的刚好 兜的地方是这样一个小拼接的设计 但是如果说 不是像相机上给一些光的话 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 因为它里面这个蓝也不怎么明显 然后这个兜呢 自然状态下它就是往下掉的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个人没有特别喜欢这种设计 所以说呢 这三件开衫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这个面料吧 特别的轻薄 就是它薄到 我觉得有一点没有形的那种吧 大家介绍一下羽毛图 收到手之后呢 跟我在官网上看的图片是一模一样的 个人不太喜欢这种面料吧 然后我当时抢的时候 也是抢了一个 AX蓝特别特别大 然后照镜子的时候 真的就是整个人 要被这个衣服给吃了的那种感觉 大很长的话 就太穿不出来这个效果 但是就是挑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毛病 就是我没有买到合适的size嘛 下一个种服呢 是当时我最开始第一单呢 没有抢到那个白色的时候 有点遗憾 我就去男生那边 把这家给买回来了 它的价格呢是比刚刚那家要便宜不少的 一个游户还是挺精神的 白色拼黑色 然后大家看它这个兜的这些地方也是 免得工作性更多一些 大家可以看它在两侧都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大直接到底儿 这样一个巨大的口袋 我觉得放本书都没有问题 我选过的大小的是男生的if just small 穿上身 刚刚好 最后一份呢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我收到的时候 有点失望的那些单品 这个鱼尾的羊毛裙 它的成分其实挺好的 69还68的一个羊毛 特别的舒服柔软 而且呢很实用哦 它两侧有两个兜 但是上身之后呢就发现 这个号呢我选的是有一点点的大 waist是26英尺 我就应该也得穿个24这样子 地方会有个非常奇怪的红衣 所以说从上身效果来看呢 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一件 像它的面料啊 还有它的这个裙子的设计感 都还挺好动 因人而异吧 可能大家身材有的穿的合适了 就特别的喜欢 这件呢就是他们家这个条纹的一个裤子 它其实也有一个西装嘛 我也特别想买那西装 然后没买到 我从它这个裤子面料推测那西装 应该质感还挺不错的 大家说到还可以跟我说一下 他们家这个设计 这回好多裤子 就是这样子嘛 有个拉锁 感觉这个拉锁拉开 有点奇奇怪怪的 因为它的整体来说 是比较偏正直的一个裤型 但是下面这块呢 又搞一个这种 而且它的长度非常小 个子不友好 我穿的时候呢 如果是平底鞋 是完全撑不起来 挺失望的吧 而且我的小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我小腿是那种 不是特别直的那种 但是呢像这个裤型 就属于那种 完全是一个雷裤子 对我来说 那如果你还喜欢这件事情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关注 一站小伙伴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